解密努尔哈赤之十二血洗清河堡决战之前的摊牌 在府顺俘获的三十万人畜都被努尔哈赤就地分给了估计 这是他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 从而也刺激了他更大的贪欲 捅兵蚕食辽东 同时他把这些乡民编了一千户 只有一些像来自山东 山西 河东 河西 苏州 杭州 海州 益州等地 到府顺贸易的商人里头 努尔哈赤选了其中十六个人 给了银子做路费 让他们带着一个文告上面写有七大恨 放他们返回家乡 回去做舆论了 在此之后的短时期 聚者扶之 祥者编为民户 这就成了努尔哈赤处治汉民的原则 除了俘虏 沦为女真人的独立之外 所有归祥汉人 大部分都被编为民户 汉人民户中的 有钱的人 有粮的人 就是相对来说的富人 首先被编入八旗 而那些没粮的穷人 即使开始被纳赌八旗 后来也被逐渡去了 再以后 努尔哈赤甚至下令杀了 从各处查出来 逃来的没有粮的汉人 那些免于屠户的幸存者 也都做了满人的褒衣 也叫阿哈 就是无仆的意思 褒衣是对于主人 严格的衣服 他的身份是世袭的 永远都是奴障 剥夺你应世的权利 可以被主人转赠买卖 他就是八旗社会的最底层 这次军事行动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抢却粮食 后金军所到之处 无论是城堡 台队以及名户 都将粮食抢劫一空 松挖地窖的粮食 人被牛驼运回到贺华了 在以后的三年间 辽东的广阔土地 便不断纳入了后金版图 1621年 他在攻下了辽阳和沈阳 建立起稳固的后金政权之后 就彻底走上了 血腥狐路和奴役汉人的不规路 如果之前 努尔哈士还勉强做到 不忘杀 而在1621年前后 一系列行动 就彻底暴露了 后金军队的残酷和野蛮 仅仅在沈阳城破之后 史灾大约有七万军民遇害 据记载 后金军占据辽阳以后 疯狂的后金军队 在大街上公然奸引掳掠 将民间的金银财物掠取以供 从那个时候起 努尔哈士开始实行 那个著名的政策 叫流头不流发 流发不流头的民族政策 凡是不愿改成满洲的那种 金钱鼠尾法式的 他这种民众就被图障 家里有父子五人者抽三人围兵 有三人者抽二人 造成十世九空的惨项 掳掠数以十万计的牲畜 以及粮食财物 按均分大小进行免费 化合了因灾荒缺粮而价值的社会 辽东师县辅顺 笋将丧尸 笋入国威 哎呦 大名是菊朝镇的本来 群臣神经极度的紧张 消息传来 明辽东巡抚 李维汉 急命广宁总兵 张承印仓促出战 承印请急兵后行 违汉不听 促之欲急 承印悲愤已所顾 张承印 急帅副将 托停下 参加国务方 游击辽国贵 率领万余人 伪追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霍悉 立即令大辈的戴扇 四辈的皇太极 是城市拔营回击 当时呢 明军分三处 巨险 绝豪 烈火系安营 张承印呢 企图以三营分进的方式 与后进决战 大辈的戴扇 四辈的皇太极 统军三面 还攻明军 利用风沙打坐的 有力天使 猛攻明军 明军是大败 承印四方皆战死 情相如贵 以溃为出 剑尸主将 一线震死 将士死者万人 生还者十无一二 八旗军成胜追击四十里 杀总兵副将游击参将等等 官员五十余元 货马九千匹 甲七千副 器械无数 明军主将兵马 一时巨末 那么后进方面 是极力渲染胜利的成果 犹如得到了天助 明军追来的时候 恰是后进分完俘虏 准备八嬴之十 也避免了俘虏逃亡 在战斗中 明朝的一万兵 不如后进的一千兵 明朝配备了大炮一百 小炮一千 一千一百门大小炮鱼 这个枪下 仅仅打死后进两个小竹 由于风向转变 反把自己的炮手打死了七人 后进的兵中了枪炮 也都没什么伤亡 那么这些说法 显然是隐备于长期 这年的七月二十日 努尔哈市经过四个月的休止 由统帅八旗军队进军清河堡 清河城 地势险暗 是辽审屏障 努尔哈市清帅八旗军 回清河城 明军在城上施暴火器 八旗兵死伤千余人 战斗进入白热化状态 努尔哈市兵士兵 头顶木板 从城下挖墙而入 呈现 守将级兵民 共约五万人 皆死 失掉了清河全聊震动 据史聊记载二十二日 奴从丫谷关入围清河 参将 周朱贤聚首 以火器杀贼迁 贼退而复合 后进军推着车 挖墙城东北角 踩着尸体工程 明军守城副将 周朱贤看到在俯分城破之后 投降的李永芳 来劝祥他了 大骂他 焚烧了城牙 以示要与城市共存亡 家属也在大货中丧生 奴尔哈赤破了符顺 拔了清河 胆欲壮 气欲粗啊 随将一名被鲁的汉人割去双耳 令其鲜血淋漓地送信给明朝 罗尔哈赤在信中公开表明自己战争的目的 截我七大恨家以王丰其有不罢兵之礼 然而在明朝看见 前龙虎将军罗尔哈赤起兵 只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反派 其有应允之礼啊 这些多多敌人 此类强硬的戏汉 只能预示着 明朝与后军之间 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 势在难免